好,那我們準時開始 好,大家好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首先呢,我是天氣風險公司 那我是 我是天氣風險公司 那我同時也是氣象主播 不過大家可能會問說 到底是哪一台 我是不是在電視台裡面 我是在網路比如說YouTube裡面的 那主要呢,在台灣 那我在上個禮拜 其實剛申請了氣象預報證照 那氣象預報 其實我們在做天氣預報 必須要有合法的 就是中央氣象局發布給你的氣象預報 才能做天氣 好,那你如果從Facebook可以直接搜尋 謝寶妹就可以搜尋到我 那我在氣象主播這一塊呢 就是有包含Yahoo Yahoo我們有一個平台 我們會在那邊播天氣 那另外還有一些中廣 就是每天都會有中午跟早上的時候都會播中廣 那另外還有一些縣市的在地電視台 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影音 那另外我有參加的社群 那另外我有參加的社群 這個社群呢 我是在阿雷利斯台灣部 在裡面 那其他可能有 Women call啊等等都會陸續參加這樣 好,那接下來是短短半個小時 到底可以學到第一個 是什麼是天氣預報 大家看這 欸,它動作怎麼那麼快 好,不好意思 這個是大家知道現在有幾個颱風在台灣東邊嗎? 都覺得颱風是不是要來?其實沒有喔 這個是這禮拜一的摩羯颱風的路徑 但實際上我們通常在氣象預報 大家最會用到的就是歐盟 就是ECMWF跟美國的UnsafeGFS 這兩個是國際上面就是比較知名 那大家也都是比較相信用它 那實際上它是走黑色這條線 這個是兩天前的預報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就是天女善化是落差很大 那最古老的天氣預報 其實是在西元年前的 西元年前大概1000到1500年的時候 在上周時代就開始用占卜來做天氣預報 那接著呢才有諸惡孔明用風來預報天氣 所以就現代的氣象預報不過就百年的時間喔 在百年之內我們才有所謂的氣象的超級電腦 所以我這邊會稍微帶一下 欸氣象的背景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是有機會會使用到氣象的資料 你可能做農的或有些可能想要串接氣象資料 那但是有些氣象的背景知識 我覺得是需要去再深入了解的 那以氣象播報源最早是在1950年 那這個是現代的天氣預報流程 我們可以看一下其實順利開始我們必須要有 我們必須要有地面觀測資料或者是衛星觀測資料 必須要先觀測全球的觀測資料之後做一個整合 那最後才進入到全球模式就是剛剛的EC跟GFS 那進入到超級電腦讓超級電腦去跑全球的網格模式 它網格模式就是一個割點一個割點一個割點 有點像豆腐就是我們一般看到那種豆腐一塊一塊方格子狀的 那進入網格模式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切一塊比如說在台灣附近 我們就切一個區域模式 然後我們才會有現在的氣象局 它在預報的區域模式 還有我們公司自己本身的WARF等等 那最後再進入到氣象圖資 然後進入到氣象圖資之後 我們會把它丟進資料庫 最後透過天氣分析師然後來進行天氣的預報 所以它其實是很長的一段流程 像我們一天天氣的預報一天會有幾WARF 大家知道嗎?一天只有兩WARF 最多最多只有兩WARF 因為光是一整套這樣跑下來 我現在要知道台灣現在這個時間 未來的七天天氣我需要大概花六、七個小時我才能跑完 而且這個是只有區域模式還不包含全球模式 所以如果包含全球模式 大概要花半天的時間 我們必須要跑半天才能預報 我今天這個地方在未來的七天的天氣預報 好 那接下來大概講一下氣象的資料技術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氣象我們通常會用網格 就是剛才提到它有點像是豆腐塊的 那其實在大氣的這個網格狀它其實會有分地表 然後跟低層跟中層還有高層 所以它會長有點像旁邊這樣跟右邊那樣 就是以這一個 這一個來說它就是一個網格點 一個網格點 可能有垂直面的 那在我們公司自己常用的氣象模式 跟空氣平均模式 其實我們有收刮就是全球模式 然後跟我們自己的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等一下可以就是稍微帶過 因為大家可能想去找一些免費的 或者可以用的氣象模式等等的人 它才能做預報嘛 那我這邊大概總括了 就是我主要最知名就是最權威的氣象模式 就是其實你氣象的人 其實沒有人不知道EC這個模式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用氣象模式 欸 請子 就是可以用可以找EC的 可是現在EC開放資料有限 所以我們還會用這個ICON或者GFS 就第二點跟第三點 這兩個模式當作一個基準 那其實在去年吧 我們有跟HANNA SONIA 還有做一個全球預報模式 它也在預報天氣 有跟它做一個合作 那最後是WARF WARF就是我們自己公司本身的 然後接下來還有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就是三個 主要是如果你想要撈有些空氣品質 像剛剛有提到農作物 有些跟空氣品質是不是有關 好像有些作物 我們聽說是有一點點關聯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細講 ECMWF它其實是目前公認的 全球最權威的預報模式 那它的網格點是每9公里一個 一格 就是每9公里就一個 所以不見得我們現在頭頂上 就有一個網格點 不一定 然後它一天也是更新兩次 幾乎都是更新兩次 最新最新可以一天更新四次 可是那個差異其實老實說不大 那接下來是ICON ICON是德國算是以氣象模式來說 最新的一套全球模式 那我們一般模式是長方格狀的 就是等距離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這個新一套它是三角形 它是以一個正三角形的 當作網格點 所以它滿特別的 然後再來就是GFS 它是現在完全開放出來的全球模式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撈氣象模式 其實比較支持是用這個 但是它的以台灣來說 其實網格點並沒有很多 所以大家可能在使用的時候 稍微就是稍微看一下你的網格點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WARF WARF 這張圖呢其實左邊是GFS 那右邊是我們的就是台灣地形的解析度 左邊那張是WARF 就是可以看到其實在台灣 他們認知台灣其實是好像只有幾百公尺 只有幾百公尺這樣的高度 可是我們可以透過WARF去調整台灣的解析度 我們調整到大約兩千多公尺這樣的高度 就是差不多玉山啦 玉山的這個高度 玉山是有到3900多 那我們是調到快要到3000 所以光是這個台灣的地形解析度就會落差很大 所以你如果是使用比較全球 全國的預報模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怎麼比如說這種雨帶一進來 就全台灣都中 因為它的地形是很平很矮的 所以它在模擬那個雨量的時候會落差很大 可是你會發現它在預報比如說封面啊 或在預報颱風其實它的相對準確度是夠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在比較大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參考全球模式 然後在比較小尺度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知道我這個小山丘 我這個地點 其實我們會參考區域模式 就是它有各有它的利弊 好 那預報模式呢 其實就是像這樣一條 每一次預報就是這樣一條線一條線 那像我們的話是WARF每次預報會 預報就是未來的八天 192個小時 然後是每一個小時 每一個小時的氣壓、降雨、溫度 還有日照時數等等的這些都會模擬出來 它會去模擬到就是未來的一到八天 整個天氣狀況 那每12小時就會更新一次這個預報模式喔 好 那就以現在的氣象模式的解析度 其實它是這個是網格點 它的這個距離是越來越小的 那甚至到現在是每一公里就一個網格點 其實在大陸有很多其實都已經縮小到 一公里一個網格點 但我們事後發現其實有時候 你一公里一個網格點 其實不見得會這麼的好 有時候你可能三公里還是比較好 因為你要去模擬一公里的時候 你的地形解析度等等的 你還要做得更細 你可能把地形會過度模擬 然後變成它會有一點像是我們的OVERHEATING這樣 那這個是今年就是颱風委員會 它在公佈出來的一個文件喔 其實就可以看到就是隨著年份來看的話 這是公家單位 但是很可惜我們沒有中央氣象局去參加這個 這個發表會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在隨著年份 然後我們的這個颱風的誤差範圍是越來越少 這個誤差範圍其實可以看到喔 其實就現在來講 像我們剛才第一張圖 其實颱風的誤差範圍從日本 然後一路抱抱抱抱抱到直撲台灣 這個距離是大概3000公尺 3000公里的這個距離 但是我們就現在的預報模式來講 比如說24小時內颱風的預報路徑誤差的這個公里數 已經可以縮小到100公尺內 100公里內 抱歉 可以縮小到100公里內 其實就是這5年內開始進入到100公里內 那除了公交單位這樣公布出來的這個颱風誤差之外 還有就是各個各個模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剛才提到的EC這一塊 EC就是上面圖上的紫色 其實它的分數它的這個誤差是最低的 這個誤差是最低的 那相較於GFS的話 大概是綠色 是差不多但是差距還是有20公里 所以那個差距還是有 所以台灣的天氣數據 氣象數據有真的很大嗎? 我們公司有撈了中央氣象局所有的觀測點位 還有包含合作測散的氣象點位 那甚至還有我們自己本身自己去建閃電監測網 就是每一筆閃電打下來 我們都會把它記錄到資料庫 我們把這樣的資料收起來進大氣資料庫 之後我們發現大概不到一個月 就有1TB的這個儲存 就要儲存這個氣象資料 所以它其實是很大量的 因為它會有包含觀測跟預報 然後還有包含你可能其他的有降雨啊 有溫度的參數 然後還有你設定的參數 你設定譬如說土壤的失錄等等的 你都要下去設定這個模式的參數 好,那接下來就是大家可能比較關心是 氣象的API怎麼用 那在我們公司呢 其實預計在下半年會開發這個氣象的API 有點像是因為跟前面的Session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有點像是工商時間氣象的API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其實就現在 國際上面有很多的OpenAPI 那大家都可以使用 比較常見的就是AccuWeb的 AccuWeb的比如說像是Yahoo Yahoo的那個國際氣象跟台灣天啟 其實它是拿AccuWeb的 可是卻不是拿中央氣象主要 甚至有很多的APP 它其實資料來源都是使用FuWeb的API 那我記得它也有釋出很多的免費的 只是它的免費呢 它可能會有限制就是你扣它的次數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API呢 它是號稱最容易使用的 最方便去揭取它的資料 可是就我們的觀察 其實它的這個網格 它釋出來的台灣附近的預報點位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對 然後還有Iris這個API 這個API呢 它其實是號稱最穩定性的 就是不會中斷 因為像我們公司有揭取 中央氣象局它的API 它的Open Data是出來的 然後在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吧 然後我們就發現 欸 中央氣象局某一天 它的那個觀測資料 停在那一天的下午4點 然後從下午4點之後 一直到隔天它是空白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 揭取資料的時候 是非常容易在意它的資料 穿接的穩定性 那這個是號稱比API 穿接是最穩定性的 好 然後再來是就是我們公司 因為其實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在做API 尤其氣象 我們是每三公里一個網格點 那希望是在台灣這邊 是可以是屬於最在地化 那甚至是客製化的一個網格 那在我們公司這邊 這邊是每三公里做一個網格點 所以像我這個公館附近 這邊就剛好是一個網格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往那個 中山區那邊的附近也是一個網格點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距離 每三公里一個網格點 那我們的API是跟其他的API不太一樣 其他國際上面的API都是以城市 比如說像是Accuator 它就以台北市或桃園市 就是國際機場當作一個點 可是我們可以用 你現在假設我現在這個經緯度 可以用經緯度去call我們的API 算到最近的一個網格點 然後再由那個網格點去call我們的模式預報 它會自動去算 但是因為我今天因為網路的關係 所以我就原本想說要demo給大家看 然後後來發現我網路掛掉就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demo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預報資料呢 是有涵蓋未來預報 就是未來的七天 未來七天的天氣資料 其實就以現在的比如說中央氣象局 它的鄉鎮市預報 即便它的鄉鎮市預報是369 但是它也只有預報 未來的三天是每三個小時 那到了第三天後 它是每一天只有兩次 比如說溫度好 早上白天是一個 然後晚上是一個 所以我們是提供就是 未來七天每一個小時 就是足時的天氣預報 那我們的API的這個服務主 主要分成三大塊 就是歷史的觀測 然後即時的觀測 然後還有天氣的預報 這三塊 然後有包含比如說颱風入境 因為就 沿著剛剛講者的那個 其實我在進入天氣風險公司之後 然後我就發現 原本大家就想說我是大氣系的 可是後來發現 要知道天氣最好的方法就是 叫一個可以預報天氣 可以預報天氣的朋友 因為大家最常問就是 颱風會不會來 就每次遇到颱風 大家就會問說 會不會放颱風架 就是最常問到的一個問題 那回過頭再看 其實我們在這個 觀測資料這一塊 我們有撈全台灣 那不是只有中央氣象局 它的觀測點位 然後還有包含學校的 那甚至是 只要合作策戰 合作策戰就例如 比如說 水保局、水利署 他們自己也有架一些儀器 那這些儀器 其實他們都有開放出來 那我們是做一個整幣 所以我們總共呢 全台灣其實現在有陸續增加 到截至今年的4月的資料 還沒還沒再持續增加 大概是快1000個氣象的策戰 那另外我們還有空氣品質的監測站 那這個監測站呢 其實是還沒有 還沒有落進那個Lens的 那個空氣盒子在裡面 不過未來我們有機會是 會做一個合作的方式 那在網格點這一塊 其實在我們台灣附近的網格點 我們放大主意 因為它的點很多 我們先以台北市的為主好了 可以看到這個大約是 每3公里一個網格點 那以台灣周遭大概是快3萬個點 快每就是以台灣這樣的面積來講 一個平面大約快3萬個點 那甚至是包含還有它的垂直層 就是有地表 然後有1000百砰還有900百砰 850、700、500、200這樣的高度 每一個高度廠都會有一個 譬如說它的溫度啊 它的氣壓值啊 它的高度廠啊 等等的 那我們都會流進到我們的資料庫 那這個網格點 其實 3公里是我們的WARF 然後跟EC的網格點 大概是9公里 那在我們這個API的參數 大概會有像上面這樣 會有像上面這些 比如說天氣形態 降雨機率跟氣壓 就還有溫度相對濕度 那像風的話 必須要有U跟V的風速 風的這個風量去推的 然後還有降雨量跟高中低的雲層 還有太陽的輻射量等等 那其實在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公司是這半年在陸續開發API 那現在呢 我們是用Graphic API去建的 那未來如果是要開放出來 因為我們有機會 或是在下半年的時候 是要開放釋出比較免費的 或是讓大家試用的 那讓大家試用的時候 可能就是重點的那些參數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搜尋我的那個Facebook 就是謝寶寧就可以來問 好 那其實建議大家如果要好的資料 才能有好的價值跟服務 因為如果你拿的是國外的資料 它的網格點 其實它也不是一個網格點 它是一個城市的一個點 全台灣或許它就 就幾大城市 它只有二十個點 那對於有些 你是要種田 你是要架什麼樣的東西 你是要可能全台灣 你是有很多個點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不夠用 對真的會不夠用 比如說在這邊的天氣 跟在捷運站的天氣 有時候一坨雨來了 這邊下雨 那邊不會下雨 會落差很大 因為台灣的地域真的太複雜了 好 那大概講一下有哪些地方 其實現在在用氣象資料呢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大概去看一下 這是國際上面 就是世界經濟論壇 它開放出來的這個資料 其實它就看到在2018年 今年在天然災害的強度以及幾率 造成的危害 其實在天然災害是很高的一塊 那我們也去做觀測資料去發現說 約以台北站 台北站是觀測資料歷史最悠久 它有將近一百二十年 它有一百二十年的觀測資料 那我們從它的降雨方面 其實可以看到大約是1900年的時候 這個降雨日數 藍色的線是降雨日數 我們去統計過後 那這個紅色的線是累積的 總累積的雨量 那可以看到大約是在1900年的時候 這個降雨日數其實是平均很高的 但是到了近一百二十年 近二十年 其實這個降雨日數是變少的 降雨日數變少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底下的那個bar其實並沒有因此而變少 就假設我今天一年 在1900年其實我有兩百天我都在下雨 可是我只下了一千的毫米 可是我在這十年來 我其實下雨的日數就一百九十天 一百九十天 可是我還是一樣下了大約一千毫米 所以這個是表示說 在近年來這個降雨 總降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也代表著我們的強降雨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我們就去統計在歷年 達到大雨跟毫雨的這個次數 我們發現說黃色的是毫雨的這個次數 那我們就算在這十年來 幾乎每一年幾乎都達到 可能有兩三次以上的毫雨的次數 以台北的觀測資料來看的話 那甚至是大雨的次數也是 就是越來越多的一個趨勢 所以就氣候變遷來講的話 其實在強降雨是越來越明顯的 那對於我們很多生活周遭 其實也是影響越來越大 因為強降雨比大的話 很容易導致什麼農作物啊 它就會被衝刷掉 那我們真的是 我們有各個合作的一些客戶 那比較農業這一塊的話呢 我們其實有跟另外一間公司 它是做科技業的 那它也有做一個簡單的農業的一個小平台 比如說它是針對雲林跟彰化 然後做一個農食粒 那主要是它們那邊種植是比較偏蔬果類的 蔬果類 比如說我們在去年風災之後 其實在11月份的時候高麗菜一顆就要100塊 飆漲到一顆100塊 可是在今年高麗菜是降到10塊 然後我們去仔細看 現在在這個蔬果類的 就是甘蘭 比如高麗菜 它的菜價會不會受到颱風的影響 我們仔細去看喔 或多或少會有 但是還是要看颱風的路徑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比如說這個颱風來之後 通常在過沒多久 這個菜的價格就會很快就掉下來 然後像布蘭蒂跟馬勒卡也是 在颱風來過後沒多久 這個菜價也就跟著往下掉了 那我們就去發現 它的相關係數是負大約0.5左右 算是中等偏高的這個相關係數 然後我們也有跟一間大型的超商合作 那這間大型的超商呢 它就給我們全台灣 它有100個點在賣高麗菜 那我們就發現說 它在賣高麗菜的時候 因為它有100間嘛 我們把它分成兩塊 一個是寒流來的時候 它的金額會 它的銷售量會爆漲 它會瞬間就賣很多 然後也有就是88間 它是寒流稍微來一下下 它就會飆 它的銷售量就會成長非常快 那我們就發現 其實溫度越低的時候 它的銷售量真的會越好 而且成長大約20到25% 然後後來就發現 應該是吃火鍋的這個次數變多了 然後我們也去分析說 以下颱風寒流事件 我們的災害 我們把它做一個縣市的分布圖 那發現說 寒流這樣一波下來 這個是降到10度 台北降到10度以下 有下雪的那次的事件 然後它的災損大約都是 中南部的 是非常的嚴重 因為有些菜都是直接被凍傷的 然後另外還有 尼伯特颱風前年的 尼伯特牆牆 然後它主要是登入台東那一塊 那登入之後就發念 這一塊的災選 也真的是 它的 就是有高達 3、5億 那另外還有去年 前年的莫蘭蒂颱風 莫蘭蒂颱風雖然它沒有登入 但是我們會發現 它的災選也同時 在高雄這一塊 也有達到3、5億 所以有時候 不見得是每個颱風 到底有沒有登入 有沒有直撲台灣 它帶來的災選 其實都不一樣 那還有 一樣前年的美濟颱風 它一樣是登入了 可是它卻不是在東半部 而反而是在比較偏中部的這一塊平地 這一塊的這個風跟雨 造成他們的影響也非常大 那我們也有就是去調查過 以台灣來講 各種農作物的產量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這個風險 然後我們有依據這個 然後去提供給客戶更詳細的這個分析 就是有很多農業 然後不同的品種上面 因為他們在這個受到氣候變遷的有所不同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今年跟一間科技公司 那原本也要demo給大家看的 就是它有做一個平台 然後你可以登入進去 然後可以去查你那個點位 附近的鄰近車站 它直接去幫你call最近的那一個車站 然後因為它是直接繞我們的資料嘛 那它會直接去統計 歷史它的氣候 它整個輻射量是多少 它的日照時數 那甚至是它的高溫以及低溫 它會顯示在這邊 那也有一些降雨量 就是在過去的15天內 曾經發生過的最大日降雨大概是多少 那我們院也有傳一些預報的資料 所以它也有做一個產量的推估 所以它也會估大概是未來的1到7天 然後它的甘染大概是分布式長期的樣子 如果大雨來了 然後我就會建議它 它這個產量就是大幅的下降 好 這個大概是我們針對農業上面的應用 大概是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想要提問的 那我們要不要報一下氣象 欸 報一下氣象 好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個禮拜天氣不太穩定 可能中南部要小心 因為西南風 西南風真的假 搞不好是偏向西南氣的 OK 下個禮拜 北部會下雨嗎 北部喔 北部大概也是下個禮拜二開始 東半部也是 就下個禮拜二到禮拜五 不用教學 嘿嘿 好 那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 氣候變遷在氣象公司你會關注這一招嗎 氣候變遷要怎麼去看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非常長期的觀測 可能要三五十年 其實氣候變遷它 它其實要長達三十年的氣象資料 我們才能稱之為氣候 就是才能表示這個地方的天氣的特性 那在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有做比較長期的預報 預報是未來一個月到三個月的氣候的統計 預報 對 未來的一到三個月 比如說 在北部 北部 北中南東的溫度大概是聚頻的偏高 還是聚頻的偏低 那這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決策 這樣子 我們有提供 比如說像是 有一間廠商是 他想要預測那個紅蘿蔔 他想要看紅蘿蔔這個產量 對於他們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溫度偏高 或降雨偏高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影響它的產量 然後後來發現分析是有 對 會影響它的那個座氣 所以平均是 因為像今年就是 幾乎非常下雨 然後天氣力非常熱 非常乾 那是今年會這樣 還是明年也有可能 一直的未來都是這樣 其實不太知道 明年的天氣 對 可是我們大概也是可以看到 嗯 今年來講是正常天暖 以氣溫來講 就是未來的一到三個月 一樣是正常天暖 對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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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